主持人 如果已經清潔完了 請迅速向指揮中心回答 國小同學們頭頂著軟墊 在老師的引導下迅速跑到空曠場合 小朋友們也聚集蹲在操場等待 進一步指示 國家防災日演習在20號登場 每年的9月21號也是國家防災日 總統賴清德也特別到嘉義縣 想和國小瞭解學校教職員工 在面對大規模地震情況下 如何引導師生進行避難 而盡頭來到故宮南院 總統也來到嘉義故宮南院 演練有四大部分 形容就包括了資訊作業區簡報 國防部防災無人機舞台區和緊急救護 我要強調 防災工作必須不斷進步 絕對不能夠停滯不前 政府將持續努力透過運用新科技 打造公司協力的網路 並且跟國際社會密切合作 來強化整體社會的防衛潤性 不只實體演練 上午9點21分 大家的手機應該都有收到 全國地震速報測試 上午10點這個縣市的海嘯前市區 也有海嘯警報測試 不僅如此10點59分到11點01分 更有線電視臺都會自動切換到公視頻道 同步播放災害緊急警報訊息 透過平時扎實演練 當災難來臨時意外事故傷亡 能夠降到最低 三地區文 吳先生連續中央報導